注意看,这三只成年猎豹正盘算着 如何咬死面前的三只幼崽 显然它们不是七大不八大一的亲戚关系 成年的猎豹残忍到对于陌生同类都不会手下留情 有人会问,幼崽猎豹们的爸爸妈妈去哪里? 抱妈妈在和三只猎豹之前的斗争中筋疲力尽 爸爸去哪了? 俺也不知道 三只幼崽无助地相互依偎在一起 面对强于自己的敌人 他们居然表现得非常勇敢 竭尽全力地向成年猎豹发出嘶吼 已然把自己当成了这片草原最凶的崽了 而成年猎豹都很谨慎 面对正是他们的动物 他们一般不会冒昧地直接进攻 三兄弟选择了观望 继续分析对方的战斗力 但是大家都清楚 时间拖得越长 对幼年猎豹越不利 正当所有人都认为三只小猎豹生存几率渺茫的时候 奇迹出现了 吃完早点的向大人出现了 向大人一眼就看出来这三个祸在欺负小孩 对于和平使者的向大人而言简直不能忍 难道不知道这一块归我管辖吗 三下五除二将猎豹三兄弟打发 要是跑得快 飞给你们三挖的彩 摆脱了同类的纠缠 豹妈妈再次回到三只幼崽身边 母子再次团聚 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而就在一个月前 他们还是幸福开心的一家六口 猎豹是陆地上速度最快的猫科动物 同时还是豹文界的鼻子 人类社会的豹文 见了它也得叫声大哥 尽管猎豹跑得快 长得美 还肌肉发达 但出人意料的是 他们的存活率只有可怜的10%不到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在这片草原上 烫头的才是霸主 纹身的也得看他们的脸色形势 这不 狮子兄弟营练走来了 一副今天收不到保护费就不走的样子 换做是平时 猎豹看到这种局面都会远远避开 但是今天的豹妈妈居然冲了上去 显然她是为了保护身后的五个孩子 如此反常的举动 也是把狮子兄弟搞得都不会了 一番思想斗争后 狮子内心的欲望很快战胜了理智 追着身穿豹纹紧身衣的美女就跑了起来 仿佛在说等等我 流口水的狮子显然被豹妈妈带偏了 你一个混社会的跟田径冠军赛跑 没一会儿 熊狮就累得上气接不上下气 结果熊狮才跑了两步就累了 真的是头发长跑得短 狮子弟弟没有放弃 你再跑一个试试 信不信我和你五个儿子单挑 无奈的豹妈妈只能回访老巢 虽然护子心切 但终归还是要智取 因为无论如何 豹妈妈也无法战胜眼前的成年熊狮 豹妈妈跑到熊狮面前 说了一句 你都多大了还单身 这可把狮子气坏了 内心崩溃的他二话不说的追了上去 结果也是跟大哥一个样 没跑两步就累坏了 豹妈妈最终凭借速度和智慧的优势 摆脱了熊狮的纠缠 只是这样的一番折腾后 五只小崽子却和他走丢了 豹妈妈急切地呼唤着幼崽 可是这个豹妈妈呼唤了一整夜 嗓子已经嘶哑 当第二天的太阳升起 两只幼崽再也没有回来 来不及收拾悲伤的心情 三只幼崽还需要他的照顾 时间流逝 一转眼两个月过去 三兄弟也在妈妈的照顾下逐渐长大 他们逐渐学会了初级的捕食技巧 此时的幼崽猎豹会有一种错觉 他们会认为自己 就是这片草原上最凶的崽 可是危机总是悄悄降临 猎狗又悄然而至 这群赖皮狗是这块草原最讨厌的存在 狮子见了他们也会头皮发麻 以多欺少 成活打劫是他们的强项 只要稍微有点动静 他们就会集结过来 看看能不能捞一点好处 这不他们又盯上了三只小幼崽 豹妈妈也是恨透了他们 因为他的两只幼崽 很有可能就是猎狗拐走的 猎狗们们开始逐渐收拢包围圈 实力和数量都处于劣势的豹妈妈 没有选择逃跑 他很清楚自己可能连一只猎狗都打不过 他还是选择了与二狗子们周旋斗争 最终猎狗们被他的气势吓退了 单亲的豹妈妈带娃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在这块险象还生的草原上 想要保住幼崽 他必须拿出所有的勇气 必须坚强地跟熊师 猎狗甚至是同类斗智斗勇 稍微一步留意 幼崽们就会被换叔叔拐跑 中东的富豪们还有圈养猎豹的爱好 他们会花大价钱 买幼崽的猎豹当作宠物 所以幼年的猎豹还要学会躲避人类的追捕 种种的所有因素 都导致了猎豹的生存率如此之低 我们在影片里看到的成年猎豹 可谓是经过了重重考验的佼佼者 故事结束 更多精彩故事 欢迎关注哦 不客人 不客人 你不客人